三藩市 至少逗留監察名單兩個星期 究竟什麼商業可以繼續開? 今天三藩市正式進入加州監察名單超過三天 也就是說要遵守更嚴格的關閉商業措施 但是究竟每個月要是監察名單逗留多久? 三藩市衛生局白岡榮醫生就說 保守估計也要兩個星期 疫情很困難再要在清單裡逗留 起碼兩個星期才可以離開清單 白醫生解釋要預留兩個星期 等待現在確診的病人 病情是否會惡化需要住院? 再觀察一個星期左右 看看是否會增加ICU深設治療部的負擔? 先可以決定疫情是否真的受控 也就是說三藩市至少會在觀察名單上 量到三個星期 這個還是視乎之後 住院人數和ICU重症病患者的數目 希望多數人現在確診的人 很多都是稍為年輕一點 所以他們的症狀未必一定會很厲害 未必全部都要入院 根據今日中午加州的數據 三藩市在過去14天 新增1233例新冠肺炎病例 入院人數增加了三成 現在還有27%的ICU重症病床被用 這樣在監察名單逗留期間 三藩市大型的室內購物商場 和非必需辦公室都要關閉 但普通的零售店舖依然可以開門 2B重體階段允許的商業 包括除百貨公司和商場之外的實內零售業 所有的路邊提貨、生產物流和倉庫、 非緊急的醫療服務和私人的家庭服務等 除非疫情發生改變 市府再次通知為止 市長布里德上星期五表示 除非三藩市五個衛生指標 全部脫離紅色危險區域 才會考慮重啟商業重開 五個指標分別是醫療系統、病例數、測試、 密切接觸者追蹤和PPE個人保護裝備備 環境其他院包括馬林院、阿拉米達院、 Contra Costa、Napa、Soleno、Sanoma 和Santa Clara院都在監察名單上 新增病例最多的是阿拉米達院 過去14天新增2,366例 Napa院雖然14天新增了160多個病例 不過ICU床位就剩下7% 加州ICU床位最短缺的是San Bernardino院 已經全部轉滿 天下衛視記者 蘭麗拉報道